這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被爆出 日前發了電郵 給公司主管表示 他對全球經濟感覺超級差 但是美國總統拜登 似乎不這麼認為 他不但是以企業投資案例 還駁斥馬斯克 更說他展現了健康經濟 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 認為全球經濟非常糟糕 因此要求暫停公司全球招募 並決定裁員一程 不過總統拜登可不這麼認為 馬斯克立刻以推文回進拜登 他貼出NASA選擇旗下公司SpaceX 將美國人送往月球的新聞 並且寫上謝謝總統先生 而對於美國經濟 拜登可以說是非常樂觀 美國勞工部公佈數據 5月就業人數增加了39萬人 失業率穩定維持在3.6% 只比疫情之前高出0.1個百分點 儘管就業市場呈現強力復甦 但美國民眾最關心的 終究還是無力負擔的石油和糧食價格 面對美國40年來最高通膨率的成因 拜登似乎總是有一個最便利的理由 拜登多次將經濟危機 最怪到普丁身上 不過美國通膨飆升 戰爭前早就開始 美國油價也屡創新高 美加倫來到4.67美元 民眾叫苦連天 不只經濟危機 美國社會也籠罩在 槍制安全疑慮之下 儘管美國聯邦參眾兩院 各自都在推動槍管修法 不過回顧過往經歷 類似的法案都在兩黨意見相佐之下 以失敗告終 如今美國經濟以及槍制安全問題 緊掐著拜登脖子 拜登是否能度過危機 恐怕也會影響接下來的其中選舉 記者劉嘉宇報導 英國女王 在伊麗莎白二世登基七十週年的 白金喜慶祝活動 第二天在聖寶寶大教堂 來舉行感恩儀式 雖然女王因為身體不適 臨時缺席了 但是不少的王室成員 正要仍然現身 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在二零二零年 卸下王室成員身份後 首次公開現身 英國的哈利梅根夫妻 教堂傳來為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翹翔的鐘聲 濃濃慶祝氣息 瀰漫英國倫敦 慶祝女王登基七十週年的 白金喜活動 第二天在聖寶羅大教堂 進行感恩儀式 遺憾的是 女王因為身體不適 臨時缺席 但王室成員以及政治官藥 依然現身 首相強生和妻子 一下車就被圍觀群眾狂虛 強生2021年爆出派對門醜聞 不但遭到開罰甚至差點丟失首相職位 相較之下 毀譽參半的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 似乎受到比較多民眾歡迎 時隔兩年多首次公開現身英國 哈利王子和梅根 這次以非王室成員身份出席 因此沒有登上白金漢宮陽台 兩人2020年卸下王室身份 並遷居美國脫離王室生活 他們在2021年和美國名嘴歐普拉 進行的核彈級訪問中 揭露王室成員的心機內幕 似乎和王室正式撕破臉 因此此行也受到外界關注 回顧白金喜第一天活動 女王同樣因為健康因素 首次缺席皇家閱兵的儀式 她和其他王室成員登上白金漢宮陽台 一起觀看遊行 不過外界目光卻被這個 小王子的可愛行徑奪走 害羞的向噴射機揮手 下一秒路易捂住耳朵 想擋下噪音 她滿臉厭惡的可愛模樣 鬥得凱特王妃開懷大笑 一旁的哥哥姐姐似乎也對噴射機感到興奮 抬頭仰望天空露出讚嘆的表情 儘管這是登基70周年活動 但高齡96歲的女王顯然身體狀況不佳 不只缺席第二天的感恩儀式 她也宣布不會出席第三天的賽馬活動 媒體報導指出 在王夫菲利普過世後 近半年來 女王公開現身的次數明顯減少 也將多項重要公務交付王儲查理代理 種種跡象似乎顯示 英國王室已經悄悄開始全力交接 記者劉家宇報導 這大陸神舟十四號飛船 預定將會在明天上午的十點四十四分 來發射升空 而主要任務呢 還包含什麼夢天實驗艙 來建立出來在人的環境 打造出大陸國家太空實驗室 而三位太空人 陳東 劉洋 還有蔡世哲 三位太空人在神舟十四號出發前 不到二十四小時與媒體見面 本次任務的指令長陳東 2016年執行神舟十一號任務 被授予一級英雄模範勛章 和英雄太空人榮譽稱號 蔡旭哲曾經是空軍一級飛行員 而這次是她首次執行太空任務 而女太空人劉洋 2012年執行神舟九號任務 是大陸首位進入太空的女性太空人 相隔十年 2022年劉洋將再度登上太空 她表示非常期待 十年前當我離開天宮一號時 我莊嚴地向她進了個軍旅 堅定地對自己說 不久的將來我一定會再回來 指令長陳東也表示很期待迎接新的挑戰 六年前是想上太空 現在是更想上太空 而後就準備迎接新的小夥伴 問天艙和孟天艙 三名太空人本次的任務目標 必須讓問天 孟天 實驗艙 完成與核心艙的交匯對接工作 建立在人環境 打造國家太空實驗室 也將首次利用 位於問天實驗艙裡的氣閘艙 進行兩至三次的出艙活動 以及進行十多個科學實驗 艙段更多 它的實驗更多 它的設備更多 它的整個的系統更加複雜 它駐留的時間也會更長 這就從航天員的身體 心理 知識儲備 技能 方方面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神舟十四號任務 將考驗三位太空人知識 體能和心理素質 三人將在太空中待上180天 等待神舟十五號載人飛船的來訪對接 實現六名太空人交接輪換 並完成大陸太空站載軌組裝建造 記者蔡新城報導 大陸高鐵驚傳嚴重的脫軌事故 這一輛高鐵列車在貴陽路段的隧道口 突然遭遇到了土石流 這司機發現之後立刻緊急停車 但是依舊撞上了 車頭全毀還衝上了月台 這司機員還當場罹難 另外造成八個人受傷 大陸這輛高鐵列車嚴重脫軌 車身橫跨鐵道 車頭直接撞上月台 扭曲變形嚴重破損 現場車內畫面曝光 車廂內可以聽見小孩的哭喊尖叫聲 食物散落一地 乘客驚慌失措 大陸貴州一輛從貴陽開往廣州的高鐵列車 行駛到隧道口時遇上突發的土石流 列車直接撞上造成七號八號車廂出軌 司機當場死亡 一名列車員與七名旅客受傷 列車上的其他136名旅客被安排轉運疏散 當局也在第一時間出動 11輛車52人趕赴現場救援 傷者目前都已經得到妥善治療 沒有生命危險 據了解列車司機在發現線路異常時 在5秒鐘內就採取了緊急刷車 雖然犧牲了自己 但救了全車100多人 記者綜合報導 如果您的空間比較大 可以選擇這一組是4公升的霧化器 裝滿之後就可以連續來噴8個小時 如果你空間比較小一些些 您可以適合這一組比較小的攜帶型的USB插頭 這次可以噴2到4個小時 防疫不能等 請趕快上快點GO 我給你提供機